朋友们好,我是美食祥 昨天买鸭子做粘水鸭的时候呢 也买了很多鸭脖子 这个鸭脖子一块五一根非常的便宜啊 今天就用这个鸭脖给大家做一道非常好吃的 腊卤鸭脖子 鸭脖在烹饪之前要好好的看一下啊 有些油脂,还有一些淋巴块没有去除的 要把它弄干净 接着我们来给鸭脖子焯下水 冷水下入鸭脖 放上葱姜 料酒 用大火把鸭脖煮开 烧开之后把上面的一些血沫给打干净 鸭脖子里面的血水特别多 一直在往外冒 这个出来一点我们就撇去一点啊 焯好了之后把鸭脖捞出来 放在水中给它清洗一下 接着来给大家介绍煮鸭脖子的香料 八角香叶 桂皮 小茴香 白蔻花椒 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啊 这种香料叫做必拔 做这种香辣卤菜的话会要放点 凉姜 还有一点香菜籽 这是白芷 香芒草 一个肉扣也可以用草果来代替 给它冲洗一下洗水里面的浮灰 先把香料给炒一下 在锅中倒油 等油下入我们准备好的香料 加入两种干辣椒 新一代和印度椒 开小火把这香料炒一下 香料炒香了之后 加一勺鲜辣酱 这是我们当地的牌子 百年辣酱 再加一勺海鲜酱 接着加入啤酒 放入姜片 小葱 冰糖 一勺生抽 盐 稍微多一点 放两勺 一点点胡椒粉 再加点料酒 蚝油 这个是炒好的糖色 我们加上一勺 放的糖色颜色会更好看点 如果没有的话就用老抽来上色 这么多调料放进去 估计煮鞋链都好吃 卤水烧开了之后 下入鸭脖 转成小火给它盖上盖 煮上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揭开看一下 这个鸭脖子现在已经卤好了 不过我们再给它泡到这个卤之中 给它泡上一个小时 让它更加的入味 现在这个鸭脖子也已经泡好了 我们把它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 好了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 腊肚鸭脖就做好了 自己在家做 健康放心 推荐朋友们去试一下 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好吃的一趟 怎么样 好吃的一马